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很高兴地跟大家分享中国区包括海外今年的一些实践 在四个新业务方向 使能 运营商 在5G上进一步增加收入 包括网络3D 云手机 新通话和Redcap Redcap作为3GPP R27 是以标准根据的轻量化的5G技术 面向工业 电力 加宽 车盖网 以及智能穿态等行业运用场景 在MBBF期间 华为联合产业伙伴集中发布了Redcap商用阶段性成果 现在全球已经有超过7个国家 10个云商完成了Redcap的商用试点 而且即将推动了5G应用的新的发展 打造数字连接的新的理作 整个网络3G产业应该说在今年的加速成熟 从两年以前 当时网络3G只有电视 平板 但现在整个3G产业链扩展到手机 3G产业链正在加速成熟 云端渲软 与高品质算力 3G数字人实时生成技术的突破 将个人沉浸式体验带上了新的高度 同时 更多手机 电视等终端产品将支持国家3G 相对原有2G视频将激发10倍的流量需求 第二个新业务 新通话 新通话是5G时代标志性的应用 承载了满足用户越来越多的体验诉求的重任 我们很欣喜地看到 江苏移动已经发展了100万的5G新通话用户 新通话将在中国移动321省全面商用 同时向电信和联通进行复制 云手机是在云端新与初带有原生安卓和红绷操作系统 将本地的存储 计算 渲染 全部迁移到云端 向于通过云的算力来弥补端的算力的不足 从而能够给端的用户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 今年自517以来 移动云手机业务发展迅速 用户发展已经超过600万用户 云手机具有算力随身 安全私密 端人协同的特点 同时面向可覆盖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 等用户群的多种应用场景 在这次的公开课中 我们将围绕Redcap 5G新通话 博眼3D和云手机四大处理展开讨论 我们邀请了行业专家 产业代表 来解读5G融合应用的产业趋势 和新终端的生态发展 助推应用创新探索 和新产业新生态的加速成熟 寻找5G商业发展的新的突破 5G上半场很成功 5G下半场会更加繁荣 尤其是5G的发展 跟AI的发展融合到一起 会催生出更多的新业态 不仅是我刚才上面所介绍的四个新业务 随着ChateGPG模型的成熟 包括我们盘古大模型的成熟 更多的面向更多人的连接 物的连接 车的连接 家的连接 更多的新的应用形态 会蓬勃地发展出来 我们相信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 通过团队合作和众人的失财 跟产业合作伙伴 运营商一道 我们一定能够推动5G技术 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从当前的移动互联网时代 迈向更加繁荣的融合质联网时代 让我们携手共进 共同推动5G商业成功的发展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